其實小孩子就像一張白紙 都是家長在影響的 那家長給他怎麼樣的環境 怎樣什麼管理 他就會變成那樣子的小孩 因為我是婆婆長的 然後那個護士抱給我看的時候 他是先給我看臉 手再出來給我看 其實那時候我嚇得到 怎麼會這樣 然後說沒關係這個 他就趕快安撥 這個可能沒什麼 這台機以後可以再什麼醫美這樣 其實媽媽比較好 他可能一開始就是比較正面 我會比較抗拒 而且能接受他的時間會拉很長 一直到大概一歲前幾乎都不太想帶他出門 會讓我比較難過 就是帶小朋友出去玩 那如果是因為他跟人家不一樣 他會被小朋友排擠或欺負 我就會很傷心 甚至FB的照片我幾乎沒有什麼PO 都是PO大概OK的那一面 他可能稍微PO一張就等於是 有一點 有稍微有點逃避的那種心理 因為我們出去路人就會說 欸你們那個妹妹就會問嘛 然後他好像就知道人家在講他 他就會躲起來 可是現在有反應比較大 他現在會尖叫 其實都不能接受啦 只是說你媽媽 你知道這樣是不對 可是你要去做很難 所以你就要一直強迫自己去調適 你不能把孩子藏起來嗎 所以變成說 有點就是鼓起勇氣帶他去家族聚會 就是在那個一歲半的時候是一個比較大的轉折 就開始比較不會說把他藏起來 媽媽他有一個觀念其中 他就是說 就是帶著他出門都是可能穿短袖 有時候出去買早餐也是穿吊嘎出去 也不會怕人家看 我就是盡量不讓他知道什麼是漂亮 我不會跟他說 這樣子叫做漂亮 我也不會跟他說你很漂亮 因為我怕他以後長大 他會覺得他不漂亮 他會覺得漂亮不漂亮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給我講說你把他當正常人看 他就是變成正常人 你把他當作不正常的小孩 他就是不正常的小孩 其實慢慢我們現在在看他 都覺得他是正常小孩 因為他那個只是外在的東西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人會 跟不一樣都有 我覺得只要你花時間去陪伴 就問題就會少 因為你花時間去陪伴 你就比較容易發現到問題 我覺得我也很謝謝老天爺 然後給我琪琪 然後還有我老公 其實我蠻感謝他 我也蠻佩服他 因為他真的很忙 他要工作 然後他要經營琪琪的粉絲團 我們自己的工作粉絲團 然後還有黑色數字的 他還要去幫忙那個很建議 我發現他做好多事情 他真的忙不過來 幾乎天天沒睡覺 可是他做這件事情 他也沒有什麼 他並沒有要得到什麼 他都沒有愁 他沒有要得到什麼 他只是想幫助 因為我們自己遇到了 我們接受很多人幫助 所以我們就想說 大家都幫我們 我們有能力 我們也去幫我們這樣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是 他給我們的一些訊息 然後說一些樂觀的觀念 就是說其實小孩子都這樣子 那我們大人怎麼可以輸他呢 我們大人怎麼可以輸他呢